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18年底试出的一项宣告显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之间关于取消运业补贴的谈判已得到加强。 世贸组织成员国面临的任务是在2019年底前达成协议,届时将在哈萨克举行的2020年部长级会议上宣布该协议。 中国是世界上渔业产量最大的国家,协议中很多关键性的条款大多指向中国。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表现出谈判的意愿,甚至做出让步,将国际渔船数量限制在2016年的水平,并在2015年的水平上减少40%的托网渔船燃油补贴。 但中国当前削减脱网渔船补贴的政策,只是用于那些在中国水域内捕鱼的渔船,而不是用于在国际海外捕捞作业的渔船。 总的来说,中国与金斗易定书的妥协,同继续为远洋捕鱼量建设大型加工和配送中心的努力,形成了鲜明对比。 2017年,中关农业部副部长徐东玉,在阿根廷参加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时,对中国远洋渔舰问题上,进行了两面论证。 首先就渔舰补贴的,让步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谈判,同时也支援中国的远洋捕鱼所做的努力。 在阿根廷参会期间,他通过参观上海渔业集团,大连华丰,以及渔业和海鲜分销集团浙江大洋市家旗下的船舶,展示了对干行业的支援。 这些船只中包括红侠及鱿鱼钓船,同时,区部长还参观了来自福州的船只。 福州是中国计划建设大型加工中心的城市之一,用于加工和分销中国远洋船队的渔货物。 2018年底,福州有13家渔业公司的432艘渔船,在国际水域捕鱼。 中国在全球渔业管理方面的许多专业知识,来自海洋大学。 上月,该大学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主题是海鲜价值链的可追溯性和可持续性。 该研讨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017年,以海水为基础的海产品总产量中,远洋捕获量仅占6.28%,同比增长4.97%。 这一资料与中国科学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s,最近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有关。 文章指出,2016年加工企业数量为9694家。 这一数字在十多年来,基本保持不变,但考虑到产能利用率低至30%,其中许多企业很可能实际上是僵尸企业,因为地方政府担心失业或坏账冲销而继续运营。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现,世界上90%的渔业资源要么被充分开发,要么被过度开发,因此,中国政府目标始终是希望确保全球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 尽管如此,地方经济的增长、民众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人,推动地方性继续建设大型工业园区,包括加工厂和造船厂。 因此,地方政府对远洋渔业产业扩张的趋之若无,造就了目前良有不齐的庞大船队,极大的增加了中央政府对这一涉及国家海外形象的行业监管难度,导致中国渔船在海外违反在地法律法规案件增多。 因此,中国远洋渔业急需国家层面的政策刹车来为其降速,防止其成为中国国际形象的解分项。 如何将中央政府最新的发展目标和思路及时贯彻到地方政府的实践中,将是决定能否实现新规划所设定目标的关键第一步。 在此基础上,切实完善现有的远洋渔业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将违法渔船同时纳入黑名单,设定公开平台将黑名单的释出制度化,并出台相应的具体监管惩罚措施。 才能有效地为过热发展的远洋渔业降恩,在意识到了企业对政府直接合作模式带来的种种问题后,中国政府做出了调整。 去年11月,与狮子山政府正式签署的两国政府兼渔业合作谅解被放录,同月还修订了与毛利塔尼亚早在1991年签署的渔业协定。 这标志住几十年来,中国在非洲以企业打头阵的渔业开发,将重返政府兼合作的轨道上来,趋势之间的补贴让补。 为过热的远洋渔业降恩,仅靠加强监管和事后处罚使远远不够的。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源头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远洋捕捞成本极高。 渔船日常的航行捕捞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燃油。 高昂的燃料费用,使得一些渔业企业若不付出。 这些本会在市场中被淘汰的企业,却依赖政府的巨额油价补贴,以及税费优惠存活下来。 这导致了捕捞产能的过剩,还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更不用说在海外非法捕捞的渔船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继续这样的捕贴得不偿失。 因此,如果削减,其主要目标可能是产能效率低的企业。 此前,WTO成员国在阿根廷就渔业补贴的议题展开讨论,然而会议并未能就限制补贴达成一致。 中国在会上提出了停止向涉及非法捕捞的渔船发放补贴的方案,作为其远量渔业黑名单制度的一项配套措施, 展现出中国政府在打击非法捕捞活动上的决心,但这仍然属于事后处罚的范畴。 必须从源头上对远量渔业补贴政策进行改革。 考虑到目前中国庞大的远量捕捞船队,改革的确需要谨慎。 然而,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在捕捞产能同样严重过剩的国内近海捕捞渔业上, 开展了捕贴改革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总体来说,2019年来自外部压力不小,随住世贸组织继续就取消渔业补贴进行谈判。 中国远量渔业限制条件或更加严格。